大家好,我是西藤乾淨餐廳的總監 紅手陳 然後我們今天帶來三道甜點是由鬆餅粉去延伸 然後我現在要講解就是用鬆餅粉去製作可麗餅 然後其實它做法非常的簡單 只是說你在鬆餅粉裡面的含水牛奶加的比例會比較多 然後它就是由我們熱一個鍋子 然後把麵糊倒在土鍋上面煎 只是說我們的麵糊的含量會很薄很薄的一層 然後同時間我們還會煮一個焦糖 然後會加上 大部分我們做可麗餅就會加上一些柑橘類 像是檸檬、柳橙、柳丁 其實都可以去很靈活的應用 然後再跟煎好的可麗餅一起去匯煮 煮到可麗餅到非常鬆軟的口感 然後這樣吃起來它的整體會比較融合一點 然後當然家裡假如有冰淇淋或雪落冰沙 其實都很適合、非常適合搭配這一道甜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